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情况特殊 我希望大家不要出门 不要聚会 不要聚传 纯洁年年幼 只要忍平安 大家都可以随时随地在一起 我现在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个护博森 医疗物质情况 现在武汉市整个医疗系统 及护博森林整个医疗系统 都已经约过了我们的商界 医疗系统 及各个行政部门 市政府 省政府 透过各大媒体 再向社会发起五支募捐 这个五支 是医疗物质 比如说我现在戴的护目镜 戴的一次性的口罩 戴的一次性的手套 身上穿的这个隔离衣 甚至是隔离裤 这个五支 特别精确 我们现在的医护人员 凡是从临床下来的 现在全部都有重新上了乙线 我现在相关于就是在和线上 给大家录这个录像 就是为了让大家一起精确 我再强调一次 春节放假期间 不要出门 就自己在自己屋里呆着 要不然 我在前方平民是为了什么 我就是为了让我的 我的情人 他们健康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我也知道 有些亲戚不在群里面 听看到我这个消息的人 相互打电话 相互通知 一定要做到 我希望大家能够提高人生 这是一个政治任务 而且报告一个大家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消息 这个 新型冠状病毒 已经发生第二代变异了 也就是说 在第一代变异的时候 在第一代变异的时候 我们可以对症治疗 那么在发生第二代变异的时候 这是要命的 那他的感染几率就不是一个人传染 一个人得伤的这种病 传染身边14个人 那么他是请包发心智的 我们大家一定要了解 不要出门 不要窜门 不要集会 不要聚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